大家好,歡迎收聽《網響早晨》 今天錄節目日子是2021年7月18日 這裡有個新西蘭的易德台洋 還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點贊、分享和訂閱 請記得訂閱了《網響編輯報》《正向報》和《曬冷氣》 繼續壯大重量模式的力量 好了,這節節目就要講一講 熟雞蛋呼出雞仔事件的後續 首先會先回顧一下 好 那節節目叫做2021-0428E 特異功能論文 勁過上海灘島勝 熟雞蛋可以呼出雞仔 勁啊 鄭周旗巴士何止這一單 我們就是4月28日說的 但其實這件事就 再早之前的時間就已經發酵了 那麼那位熟雞蛋翻生呼出雞仔的論文的作者呢 就是叫做鄭周市春林職業培訓學校的校長郭平 那麼他呢 當時是怎麼脫渣呢?回顧一下先啊 他就說這篇發表在2020年6月的論文 就不是他自己親自完成的 是由朋友代筆 郭平他就說呢 因為他之前呢都發表過一些東西 經常性會有人打電話給他 問他要不要發表論文 那麼寫真地理 當時呢也都找到他去問 要不要發表啊 那樣 那郭平呢本來呢 就不打算發表的 但是寫真地理那邊呢 他就說收費不貴很便宜 那郭平一想 哎六七百塊而已 那麼就發表了 那郭平呢就 他就當時就說發表論文是他的個人行為 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呢 這篇發表於去年的論文 會掀起這麼大的風波 他就希望透過媒體向公眾道歉 隨得大家的諒解 很難明白為什麼社會會諒解他 為什麼要諒解 是啊 為什麼要諒解 為什麼要諒解 怎麼諒解 為什麼要諒解 為什麼要諒解 哈哈哈哈 他當時是這麼說的 這個四月的時候說 那郭平就說他這麼草率的 就發了論文出去 就引起了社會的恐慌 這一點呢 我覺得非常非常對不起大家 這個是我真心話來的 不管真也好假也好 這件事呢 已經對大家造成了 影響了 我覺得我一個小小的愛好 不是專業人士 我不想再爭論這件事 也都不想再做這件事 也都不想再給大家添這個亂 也都不給社會添亂 這個是我真誠的一個想法 哈哈哈哈 他添了亂 真的添了亂 是啊 他添了亂 那當然啦 這個都要講一講究竟 就是寫真地理雜誌 就說 鄭州市春林職業培訓學校的師生 通過超心理意識能量方法 將熟雞蛋變成生雞蛋 翻生後的雞蛋 就枯化成初雞 並且已經成功翻生 四十幾隻雞蛋 很容易 超心理意識能量 特異學生 意念和能量傳播 這些這麼魔幻的劇情 竟然可以堂而皇之 出現在一篇期刊論文那裡 這個期刊其實還未完全整治完 現在還在查處 還有些事情應該會再有後續的 我們有消息就會跟大家跟進 但是現在那件事 就跟那個期刊的關係比較少一點 是它另外一個組織 那我待會講一講的 那這個郭平和白衛雲呢 它還說可以令這個物體穿平躍壁 嘩 厲害 就是特異功能 就是上海灘倒性這樣 它最誇張的就是 煲了綠豆沙的綠豆呢 是可以翻生 然後再敷這個 不是敷了 再發芽 再發芽 是 做芽菜 這樣 就是綠豆沙的泥土 綠豆沙翻生變芽菜 這樣 你信一下可以不可以 這個 沒有可能 是很離譜的 這傢伙 只是惡搞而已 這個人 但是惡搞得太認真了 這些明顯違背常識的言論 為什麼可以出現在一個科學期刊上面呢 這麼匪夷所思的論文 為什麼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的 騰凡在一間期刊上面出現呢 這些這麼誤人子弟的行為呢 這位阿姐 為什麼可以做一間學校的校長呢 這間鄭州春林職業培訓學校的官網上面 曾經 明目張膽地介紹他的課程的 什麼全腦開發超感之心象能力 那到底是開發大腦潛能 還是借某些東西來騙錢呢 那相關部門會加強監管的 但是這些後續事件呢 有很多是未公佈的 那現在有一宗就比較近期做了的 就是北京市民政局就取締了 我這篇論文作者國平的其中一個會 那他就說自己是北京相對論研究聯議會的成員 就有教心的超心理學背景 那這個組織就取締了 北京相對論研究聯議會呢 就未經登記 哈哈哈哈 你越聽越好笑 你先記住 因為還好笑 擅自以社團名義進行活動 聯議會有章程 有會長 副會長 秘書長 有15個內設機構 和學術委員會 是嗎 搞什麼呀 搞得有公司機構架架這樣 是啊 還有評審委員會 學派管理委員會 青年科學家聯盟 挑戰者聯盟 嘩 邊緣學科研發中心 哈哈 還有邊緣會幫 哈哈哈 河南聯絡站 天津聯絡站 上海聯絡站 重慶聯絡站 東北聯絡站 山東聯絡站 浙江聯絡站 江西聯絡站 河北聯絡站 四川聯絡站 廣東聯絡站 四川 宜濱 羅正大外力斥力論研究會 等等 38個分支機構 會員最多的時候 是有1,000多人的 其中30個來自 英 美 法 俄羅斯 新西蘭 加拿大 馬來西亞 哇 澳洲 新加坡 荷蘭 和中國 香港 地區 哈哈哈 香港 也有份啊 原來 那北京 相對論 研究聯議會 主要圍繞 反相對論 和其他相關科學領域 開展民間科學研究活動 和美國革密集資 美國羅帝 歐特特公司 共同出版 革密 北京相對論研究快步 發表不被主流媒體認可的研究論文 那聯議會呢 還舉辦高端論壇 哈哈哈 超高 哈哈哈 真的 開展 黃鑑昌 圖書長 評審會 高級 即稱評選 北上十五大領域 首席科學家 評審等活動 更為離奇的是 2020年4月19號 聯議會 曾經 批准製造 永動機 即是一個 永遠會移動的裝置 其實 這些是不可能的 不需要增加那個 外來的能量輸入 就是永動 這個是不可能的 永動機 現在是 這件事想了幾百年了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那永動機這件事不是最奇的 還有宇宙飛碟 嘩 哈哈哈 是不是一隻飛的那些 叫宇宙 好了 還有 蟲洞 書通機 嘩 還原來蟲洞都出來了 是啊 哈哈 意念照相機 有個意念就拍到相機 厲害 還有 心靈感應機等設備 那6月30號呢 北京市民政局執法人員 就向這個 北京相對論研究聯議會的負責人 送達了取締決定書 並責令它停止一切的非法活動 那熟雞蛋翻生 鬧劇呢 就以荒誕落幕 那剝開這隻翻生的熟雞蛋呢 就看到 這一類偽科學活動呢 往往都是打著一些科研的旗號的 說是不差量子力學心理意識的科學外衣 碰瓷這個正規機構 具有較強的迷惑性和欺騙性 那北京市民政局就提示呢 公眾要提高防範意識和辨別力 提防相當受騙 那之後呢 民政部門就會加強網絡監測與排查 堅持 爐頭就打 堅決剷除藝科學非法社會組織的資生土壤 就是這樣了 所以這件事呢 這個就是那個會 那之後那些雜誌那些會怎樣處置呢 我相信會開始有些訊息說出來的 那我們會繼續密切關注 那之前呢 其實寫真地理呢 已經停刊整頓了 那有什麼人要負責 那現在都沒有消息的 就是寫真地理現在 應該據我了解就還沒有復刊的 那這個春林培訓呢 其實都將那些有問題的課程呢 應該是下了架的了 那他那個課程有些什麼呢 那現在我們回顧一下才有在 他之前教過過目不忘 就是看完之後呢 就一定記得 哇這樣就正啊 考試就很厲害了 是不是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因為他說呢 是潛能開發和學習能力之間的關係 從蒙眼識字到過目不忘的 這個老科學原理 潛能向學能轉化的關鍵方法 老平 心平 心象力 雙老平 多老平的開啟方法 還有作用分析 還有如何快速打造學員案例 並令這個家長主動分享的 那很厲害的 還有能量訓練 哈哈哈 雙手真實觸摸 七大脈輪 手動調整 教準 七大脈輪 好像什麼輪功那些 哈哈哈哈 可能真的是 長訓練 哈哈哈哈 換個名 還有厲害啊這個 真是賭性訓練班來的 可以 意念移脈 哈哈哈 用意念來移脈 哈哈哈 岩頓 等等 意念斷脈 我如果有意念 我一咬就斷了 是吧 綠豆發芽 葉子復原 等 意念力課程的所有技術和操作流程 哈哈哈 這個就在鄭州 哈哈哈 這個培訓的價格 是四日三夜 原價一萬二千八百元 頭二十名 早了價九千八百元一個人 這個就叫做智慧潛能導師 這次豁湖高階修研班 高端住民過程僅此一次公開 哈哈哈 真夠膽啊 這麼大膽啊 這幫傢伙 搞這麼誇張的東西 但是 但是現在都有的 現在還有這些東西 其實鄭州 是古靈精怪的很多的地方 所以可能始終都是一個 發展 發誓方面 還沒追得上 會不會是這樣呢 非常荒誕啊 荒誕啊 你怎麼會出現一些 就是有些這樣的人 越搞越大 還是一直要這麼久之後 才有人關注得到呢 可能就是因為覺得他太荒誕 這幫傢伙瘋的 哪有人相信的啊 但是誰不知 這幫傢伙真是騙到人 哈哈哈 還越搞越認真 沒辦法 其實有些東西就是古靈精怪 還有某程度上也都是牽涉到 我自己操心的看法就是一些貪腐行為 這些是要處理的 國家都會處理的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其實都差不多了 因為看到這些東西呢 我自己覺得很荒謬 但是有時候就是這樣 沒辦法 社會還沒發展到健康的水平 但是不要以為這些東西是中國獨有 這個都要提醒大家 世界各地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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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流行的一件事情 就叫做Flat Earth Society 就是說地球呢 其實就不是球來的 是一個圓形的平面 很多人相信的 很多人相信的 這件事情 美國 澳洲 新西蘭 加拿大 都有分佈的 都有的 全部都有分佈的 很認真的啊 你以為他講笑啊 他真的很多理論扔給你的 看到你眼花瞭亂的 搞一下搞一下 以為自己 以為是在看一套笑片 一套笑劇 誰不知呢 他很認真地跟你講的 每個人都 變成了一個宗教 但是有宗教意味的組織出來 你加入了這個組織 你可以認識到一些新朋友 可能我相信 有一部分的騙子 就是喜歡去搞這些組織 加進去之後 你知道這幫人都是蠢人來的 就特意去攻進去 乘機啊 就加人錢的 是啊 當然這些就是 所謂的地平雪堂會 現在還是有很多人去做這件事的 那它地平雪堂會 它整個地球出來 就好像聯合國這樣的旗 所以大家要小心 它特意做到 好像其它國際組織一樣的logo 特意的 現在很厲害的 它們 都是妖言惑眾的 不過 告訴大家 西方有一件事 就是 我認為很笨招的 還有 長遠來說是 害死自己的 就是 它任由這些 二端邪說 亂來散步 它覺得這種是 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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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自由 我們有給空間 人家有些瘋狂的想法的 哈哈哈哈 但是 當這些瘋狂的想法 做出來的時候 其實 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很大 就是說如果那些小孩 信了這件事 那它之後科學考試 那些一定不合格的 合格都算了 你的大人信了 哪有所謂的 是啊 周圍和人爭辯 根本 其實我懷疑那些人 都是有違拗證的 如果是 違拗而拗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我們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就這樣 拜拜 拜拜